哈喽小伙伴们大家好 今天我们一起来画一下第七幅这样子的一个小风景 那今天用到的颜色我给大家已经列好了 主要就是这几个再用上大好小好的刮刀 我们就可以开始咯 首先第一步我们是在这个石城石的石上 用天蓝色把这个画面的构图给它定好 近处的一些地面还有远处的山 我们在画的时候轻轻的勾了 然后用天蓝色把天空涂上 这时候用白色给它叠加 叠涂之后用手指给它混色 混完色之后从上往下再扫一点 让天空的颜色层次有点深情的变化 这时候我们拿出这样子的一个肥冷脆的颜色 类似于那种墨绿 很深的那种墨绿 我们把山的右半部分的暗部给它涂上 然后用这样的一个褐色 去适当的叠加加深一点 这时候我们再拿出这样的一个雾灰色 让这个山的暗部适当的提亮一点点 就是局部点缀一下就好 这时候我们拿出刮刀 给它刮一刮 让它的颜色层次呢 相互交融一点 同时可以表现出它那种比较硬朗的那一面 让这个山的轮廓看去更加的挺拔 这时候我们用白色的花棒 就是从上往下给它来一点 然后接触刮刀 刮出一些山的这种轮廓 然后左半部分这些亮部呢 我们也是用刮刀给它适当提亮 用刮刀的一个好处 就是可以把山的这些锋利的感觉呢 硬气的那一面给它刻画出来 它的线条轮廓边边就会更加的自然一点 这时候我们用橄榄绿 黄绿 还有黄色 把这一块的草地给它颜色混一混 这时候我们用同样的方法 把这个下角给它涂上 然后再用天蓝色轻轻地画出这样河流的方向 再用白色去叠加 再来一点点这样的蓝色 把水的纹路给它刻画出来 这时候我们的小河就刻画好了哟 我们画好这个河水之后 边边上这个河两边那种暗部的地方 我们也可以适当地加一点黑色 让它更加生动 这时候我们拿出刚刚的肥冷醉 然后远处的这个树也可以给它画一下 小刮刀刮一点这样的绿色提亮一下 让这个树的颜色层次更加的丰富一点 小细节这一块不好处理的时候 我们都是会借助刮刀去刻画 这样的话呢 你的一些细节就更好拿捏了 然后把这个投影呢 我们也是用橄榄绿 给它适当来一点 就是这个树的影子在草地上 然后中间这一块呢 我们用黄色或者是黄绿 适当提亮一下就可以了 大家有看到吗 然后树上面呢 也可以适当来一点点黄色 让它更鲜亮一点 好的 那我们今天这个就画完了 我们把丝绸的纸胶带 撕完看一下整体的效果吧 这次其实我们用到的刮刀 并不是很多 多数都是平涂的 所以大家也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尝试 那我们把它放到画框里面 看一看整体的效果吧 这个呢是我们的第七幅就搞定了 整个这个色系大家也发现了 其实用到的就是那几种颜色 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大胆的去尝试 我们下期再见 拜拜 拜拜